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些教育类的网站 这些网站并不仅仅有数学还有阅读 更有一些教授科学和艺术的科目 它是一些比较综合类的教育网站 有一些资源是现实免费的 所以先到先得不要错过 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网站叫abcmouse 这个网站是针对2到8岁的学生 然后adventure的课程是针对8到13岁的学生 现在这个网站也提供30天的免费试用 后面我会教给大家一个获得更长免费试用的方法 这个网站的课程也是获得过非常多的奖项 网站一共设有850门课程 分为10个等级 一步一步非常系统的 循序渐进为孩子们介绍知识 同时这个网站可以在电脑端 iPad端和手机端同时使用 它的课程主要是阅读和语言艺术类 数学以及一些科普类和绘画艺术类的课程 网站也是使用非常形象的动画来展示它的课程内容 主要是以游戏和书籍 歌曲 拼图 艺术等多种多样的形式来教授知识 当然还有一些可以打印的素材 可供家长们下载使用 同时我们可以追踪孩子的学习进度 小朋友们在这个网站学习的同时可以得到一些奖励 奖励用来装扮自己的形象 还可以买一些宠物 现在这个网站提供一个月的免费试用 想要获取更多的试用时长 大家可以使用这个code获得ABC Mouse的版本 当然如果想要Adventure 也可以利用这个code来获得Adventure的版本 当然如果您在收看这期视频的时候 这个code如果过期的话 大家可以试着上grupon.com这个网站 在网站上看看是否还有两个月的免费试用 也是比ABC Mouse官网提供的一个月试用要多 而且费用也是零元 相对于它官网提供的一个月试用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下面我们要介绍的这个网站是Learning A to Z 这个网站现在也是提供免费的试用 这个网站被K到五年级的老师推荐为排名第一的网站 它旗下由子品牌对课程进行具体的细分 例如Reading A to Z,Res Kids,Science A to Z等 同时这个网站也获得过40多个教育类的大奖 这个网站现在提供14天的免费试用 我也教大家一个方法如何得到更长时间的试用期吧 首先我们是要进入Learning A to Z这个网站的主页 找到这个页面右上角有一个红色的free offer 点击进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有Res Kids和Hands Broad这两个品牌提供免费的试用 我们先注册这个Res Kids 注册就是填一些基本的信息 你是在家里使用还是在课堂上使用 你是新用户还是老用户 写完这些信息之后呢 填上你的邮箱和你的账户名称 然后就可以在自己的邮箱当中收到一封确认信 在确认信里面填好你的密码 这样就完成了注册 注册好以后我们就回到登录页面 在登录页面输入你的用户名和密码 之后就可以在自己的账户里看到 叫Res Kids可以使用了 使用期是30天会比之前的14天要多 这里就是这个账号的控制界面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课程 可以在Resources下面找到你所需要的课程 比如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所有的书籍 根据难易程度一共分为27个级别 AA是最简单的 每页内容都只是两三个简单的单词 之后的每一个级别内包含30到40本读物 每一个级别内的难度平行 然后越来越难 Z的难度已经相当高了 Z的难度差不多相当于大学的阅读材料水平 它整个一共有1000多册的书籍 所以是一个非常丰富的阅读资料库 同时它还提供西班牙语和法语的版本 下面一个是Hatsbrot 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注册 我们同样进入这个页面 点击右上角的Free Offer 进入到注册页面之后 我们还是要填写一些基本的注册信息 但是这一次的填写会要爽事一点 因为之前已经有一个用户名的存在 所以就点击相同的用户名就可以了 同样在注册的邮箱当中收到确认信之后 也是比较简单的操作方法 因为它保留了你之前的密码 你只要选择用同样的密码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在两个字品牌当中 都得到了30天的免费试用 同样点击进入之后 我们也可以看到Hatsbrot提供的课程 我们同样可以在Resources里面 找到具体的信息 它分为早期阅读 还有一些阅读理解 还有高级阅读理解 大家可以根据孩子的阅读水平 和年龄来为他选择合适的课程吧 Hatsbrot是2014年中旬推出的 它适合有一定英语基础的孩子 通过游戏的方式 学习字母 拼读和阅读技巧 主要致力于孩子自然拼读 和在线阅读的学习和能力的提高 Hatsbrot一共有130个级别的 在线独立课程 从基础阅读技巧 逐渐升级为阅读理解思考型的学习过程 其中Reading Comprehension 适用于美国2-5年级学生的水平 一共有56集 每一集30分钟 侧重于阅读时提取文章中的有效信息 提高阅读的熟练性 适合于有一定英语听力基础的小朋友使用 下面我们来介绍另外一个综合类的网站 它不仅有数学还有阅读 这个网站它下属的品牌有 ReadingX ReadingXJr ReadingExpress 还有MathCs 这个网站与前一个网站的不同之处就是 它只需要注册一次 就可以看到这四个品牌底下的不同内容了 网站现在提供30天的免费试用 只需要填你的邮箱和密码就可以完成注册了 其中它的数学课程主要是针对3-9岁的小朋友 涵盖数字、图形、加减乘除、钟表、货币、位置、面积体积、统计概率和测量几何等数学问题 它以一种有趣、经历和吸引人的方式教授基本概念 非常受小朋友们的喜爱 这里就详细的介绍了一下它家四个品牌所适用的不同年龄范围 例如ReadingXJr就是针对2-4岁的孩子 ReadingX就是针对3-7岁的孩子 ReadingExpress就是针对7-13岁的孩子 MathCs就是针对3-9岁的孩子 这个ReadingX是非常的有名 它家致力于让孩子在轻松的阅读当中寻找到乐趣 同样可以使用MathCs的这个账号来使用ReadingX 大家可以先使用30天的试用期 试用的时候是不需要添加任何信用卡的信息的 如果试用之后非常喜欢它家的课程的话 可以考虑购买 其中有一个89块钱四个孩子的计划 我觉得是非常值的 因为四个孩子可以使用不同的设备来登录 这样的话每一个孩子每个月的费用才不到2块钱美金 同时它家有实体书在卖 这样可以巩固孩子们的知识点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复习资料 大家也可以为孩子下载一下这些APP程序 它家做的这些程序还是比较细致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为孩子找到学习的乐趣 以上就是本期为大家推荐的三个综合教育类的网站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推荐 针对自己孩子的特点和学习水平 挑选适合他们的课程 在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当中学习到知识 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关于教育类的资源 可以订阅、分享、留言和转发 同时开启提醒的小铃铛 这样有一些数量有限的资源可以第一时间送达 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